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俄罗斯政治学家安德烈·皮昂·特科夫斯基确信 在不久将来 俄罗斯将发生有关国防部控制权的事件 在接下来几天里 俄罗斯可能会期待瓦格纳 PMC领导人伊夫根尼·普里格金 与以谢尔盖·少议谷部长和总参谋长 瓦列里·格拉西莫夫为代表的 俄罗斯国防部之间的冲突结束 公关人员和政治学家安德烈·皮昂·特科夫斯基 在莫斯科电视台的节目中表达了这一观点 分析人士认为 这场冲突的结束有两种情况 一 少议谷和格拉西莫夫将消灭普里格金 二 少议谷和格拉西莫夫失去国防部的职位 米哈耶尔·米金采夫和谢尔盖·苏罗维金将军 将取而代之 普里格金及其幕后操盘手 需要控制国防部 不是为了控制前线的俄罗斯军队 而是为了控制特种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 以便在战后的俄罗斯夺取和掌握权力 在接下来几天里 俄罗斯联邦的事件将取决于特种部队的领导层 将执行谁的命令 少议谷的命令或米金采夫的命令 其中一个团体将在不久的将来 被另一个团体摧毁 少议谷和格拉西莫夫将在特种部队的帮助下 消灭普里格金 或者米金采夫和苏洛维金将切管这些结构 专家补充到 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时 乌克兰可能有500辆坦克 现在他们有5000辆坦克 结果猜猜相反 我们把它军事化到了极点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而是瓦格纳老板普里格金说的 近日普里格金接受了一名 亲克里姆林宫的知名博主的采访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 他对乌克兰战争做出了惊人的评估 访谈内容是如此的令人震惊 以至于采访他的人在第二天就被拆除了 普里格金到底说了什么 他是怎么评价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的 普里格金是这么说的 战争开始前他们有500辆坦克 现在他们有5000辆坦克 战争开始前他们有20万军人可以战斗 现在他们有40万 我们如何把他们去军事化了 事实证明 我们恰恰军事化了乌克兰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他们有着非常高水平的组织结构 高水平的训练 高水平的侦察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武器 更重要的是 他们可以使用每一种武器系统来作战 有苏联的 有北约的 他们使用任何武器都能获得成功 他们对待失败有一种哲学态度 他们尽所有可能来完成更高的目标 就像我们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做的一样 但是他们比我们更科学更有效 在战前 俄罗斯的另外一个目标是阻止北约东扩 然而随着乌克兰战争爆发 俄罗斯的咄咄逼人 使得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芬兰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正式加入北约 北约东扩已经东扩到俄罗斯家门口了 而他的始作俑者正是普京自己 除此之外 普里格金还在采访中 大肆批评俄罗斯国防部高层和政府高级官员 认为他们生活腐化 他点名批评邵伊古和其他俄罗斯的精英 指责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免受战争之苦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肥得流油 而其他人却在受苦 普里格金还说道 那个老人的孩子已经被撕成了碎片 泥土和他的血肉混合在一起 可是那个在阿拉伯球长的小混蛋 还在摇他的屁股 所有的这一切很有可能导致一场最终的革命 就像1917年一样 首先士兵们会站起来反抗 然后士兵们周围的人会站起来反抗 如果觉得他们只有几百人 那就大错测错了 至少有成千上万的人 他们的亲属在战斗中牺牲了 甚至可能有几十万人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 普里格金和俄罗斯国防部相处的并不愉快 过去几个月以来 普里格金已经取代了卡德罗夫成为俄罗斯的抖音将军 频繁的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 指责俄罗斯国防部不向瓦格纳提供足够的弹药 痛骂国防部长绍伊古 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等人 普里格金这么说 并不代表他是一个正直清廉的人 普里格金年轻的时候 因为抢劫和诈骗入狱 总共被关押九年 1996年才获释 之后他在圣比德堡开设高档餐厅 认识当时在圣比德堡做副市长的普京 之后就成为了普京的御用大厨 为俄罗斯政府军队学校提供餐饮服务合同 之后在普京的受益之下 组织了私人武装集团瓦格纳 在叙利亚 非洲等地 代表俄罗斯政府开展各种各样的战斗 普里格金之所以有这番言论 其实是为了自己个人的政治野心 他试图将整个俄罗斯国防部和政府高层 描绘成腐败不堪的形象 而凸显出自己是一个大公公司 清廉政治的政治家的形象 他甚至在自己的电报群里贴出民意调查 问观众下一届总统选举 你更愿意投给谁 其中的候选人就普京和普里格金 这种政治野心还体现在之前 美国泄露出来的军事情报 因为在巴格木特之战中 瓦格纳集团损失惨重 普里格金为了减少损失获得胜利 曾经向乌克兰提出了一个建议 乌克兰军队撤离巴格木特 好向瓦格纳获得胜利 作为回报 瓦格纳向乌克兰提供具体的俄军驻地的信息 至少两名乌克兰官员证实 普里格金不止一次的 向乌克兰方面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只不过乌克兰方面认为其中有诈并没有接受 普京知不知道普里格金的野心 当然知道 并且对此非常提防 国防部和普里格金的冲突 普京其实一直站在国防部这边 说不定不像瓦格纳提供足够的弹药本身 就是普京的旨意 普京可能希望将瓦格纳军事集团 完全消耗在巴默特 同时夺取巴默特 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目前看来 这样的目的已经达成 瓦格纳军事集团不再有战斗力 在5月25日 普里格金宣布 瓦格纳军事集团已经撤出巴默特 将防线交给了俄罗斯军队 在撤出巴默特之后 普里格金之后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 不过 普里格金指出的 俄罗斯政府高层的问题确实存在 俄罗斯政府高官通过权力寻租 获得巨大的财富 在海外有游艇别墅 子孙儿女全在欧洲各国和美国 普里格金的言论中 批评俄罗斯国防部是小事 可是他揭露俄罗斯政府和国防部高层的腐败 并且扬言 这种高层和低层的分裂 甚至可能导致一场1917年的革命 这样的言论已经不仅仅是在批评的 甚至有煽动颠覆宪政权的意味在里面 不过 普里格金也在采访中表示 我爱我的祖国 我为普京服务 烧一股毫无用处 我们会继续战斗 我们会继续战斗